史詩博嘉 dit 好 我再替政大新聞系主任 蘇鴻教授宣佈他的宣明稿 臺灣歷經二十多年的民主變革 使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 親身體會 開放黨禁和暴政的成果 臺灣近年蓬勃發展的新聞自由 媒體自由 不但把臺灣從威權社會中解放 也是台湾民主持续进步的社会动力 2008年11月 台湾市场传出旺旺集团 将次巨资买下中石集团所有媒体企业 台湾传媒产业结构进入新的转利点 我们许多人自此开始高度关切 台湾媒体未来发展之路 究竟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 同次的是 截至目前为止 2009年旺旺中石集团 是以连天累赌的言论和报道 甚至于连串的行动 对付学界和社会关心的人士 强害新闻专业 加深台湾媒体 因为经济衰退带来的新闻自由的危机 台湾媒体秩序重整过程中 愿意出现一股黑暗力量 正如美国农统Jackson 曾在1807年写道 如今 新闻自由成了滥用权力的通行证 这句200多年前的话语 尽向此刻台湾媒体产业的写照 中国时报是我看了几十年的报纸 也是知识分子和投入大众 高度信赖的重要媒体 假象与真相的角力 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声 我们曾经依赖这个媒体 作为理性思维和判断决策的重要依据 如果一家传媒的所有权转移 将对言论进步造成冲击 加速传媒对失责言语的传递 带给新闻工作者人人自为的不安 使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产生分裂 并以积极制造言语垄断为特征 将为台湾民主前景 带上另一层苦难的锁链 身为知识分子 我们不能对此问题 可能的演变视若无睹 新闻自由是长期耕耘 争取才能得到的宝贵价值 不能变成新危权悍新控制的工具 在此呼吁社会有势之士密切关心本案的发展 以行动展现各位的力量 支持媒体用真正的新闻专业 善尽公共责任 提升整体社会进步的价值 谢谢大家 苏恒 2009年6月16号 于政大新闻系 谢谢